记者邻国咸云林报道,云林县离内乡盛产芋头,居民成立教育部,为游客介绍农特产品,推广食农教育,农村漫流行程,并作为小农,老农市集,作为有机,无独小农行销出过基地。 连内乡长张维峥表示,连内乡这几年大力推广友善土地耕作,已有多位农民加入有机,无独耕作,供锁出成立资讯平台,协助小农行销安全诸果,盼教育部成立进一步带动观光与友善农耕。 教育部部长林建安表示,社区获得水保局补助经费打造食农教育场所,乌土社区有浊水夹带黑土覆盖,芋头品质特加,才会取名教育部,教导游客认识在地的芋头产业特色。 林建安说,教育部除了食农教育外,也有小农市及集冰店,贩售居民自种的农特产品及当季冰品,半数消费者都是外地来的游客,不仅农民的作物有了销售管道,社区的人气也活络不少。 张维珍表示,林内教育部不仅有导览员介绍林内特色,假日在地优质农产品展售,平日下午与假日都有冰店营业,让游客可以再次进行品尝当季的鲜菜滋味。 小农苏信南表示,他在家种植树科巴勒,数两多到自己吃不完,教育部提供平台,让游客分享在地滋味。